除了台股振興方案 金管會主委曾明宗昨天和保險業者面對面座談 他在會中承諾將盡快的開放人民幣傳統保單 對於保險業者建議將年金保險以及長照險納入付稅優惠 金管會也承諾將會和財政部溝通 看是否有合適的方案 金管會主委曾明宗與金融業者的分批座談 3號輪到了保險業負責人 保險業大佬最關心的就是人民幣的傳統保單 何時才能開放 證明中在會議中承諾年底就有望開放 人民幣的傳統保單事關受險業去化人民幣的問題 儘管會顯然相當重視 另外會中也有保險業者希望 能讓年金保險以及長年照顧險也納入付稅優惠 年金保險跟長照商品的稅付優惠 他們業者非常希望能夠爭取 那這個部分因為不是只有金管會的問題 可以盡量再去跟財政部協商 金管會官員認為付稅優惠涉及財政部的職權 雖然會盡力爭取但仍要看協調結果 證明中馬不停蹄與金融業者持續溝通 下一場將與銀行業者會面 業者會提怎樣的問題 主委又會如何接招 外界都很關注 經濟日報蕭博慶新北市報導